生命的李赞 你见过小草在春天里萌芽的样子吗 你见过它们第一次看见阳光时 惊绪的眼眸吗 当清新的风吹过冰冷的土地 当温暖的力量唤醒生命的黎明 你看见我的温笑了吗 我看见润绿的小草悄悄地钻出春天的土地 我看见幸福的露珠深情地拥抱着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我看见那些与天空并行的梦想 染绿了一片片丛林山岗 我想做一棵小草 让美丽的生命在春天里生长 我想经历更多的风雨 用时间为生命涂上金色的光芒 我在一棵草的影子里 看见了鸟的翅膀 我看见了成长的喜悦 也看见了一个卑微的生命 不曾放弃的顽强的力量 你见过新竹高旧竹老干浮嫩枝的场景吗 你听过春雨中翠竹拔结的声音吗 你知道竹子开花时内心的不舍与痛楚吗 当旧的生命用死亡来迎接新的生命时 我不得不献上神圣与庄严的目光 我见过空山新雨后的翠竹 我见过他们向着蓝天伸出的手掌 我还见过他们为了生命的更新延续 用尽最后的精血 结出的血红的竹米 每一个生命的诞生与成长 都离不开繁衍生息的土地 离不开阳光雨露和孕育生命的伟大的母亲 母亲是阳光 是春天 是迎接生命的第一缕微笑 是斑斓的世界里最明亮的眼睛 你见过沙漫里的湖羊吗 你见过那些湖羊在夕阳里沉默的背影吗 你见过苍凉的土地上 依旧坚守着生命的风姿 依旧死而不朽的英雄吗 我见过金色的湖羊在秋风中威然屹立的身影 我见过茫茫的戴壳倡非常对的 却依旧悲壮地站在风中的身影 他们像一个个威猛的勇士 以倔强的姿态证明着生命的壮美 千年的狐养 千年的守望 他们是在肇事着一种精神和一种力量 他们在用不倒的身躯 吟用着生命的赞歌 这是坚韧的意志 在神圣的空间里 对生命的赞美 使自然用温柔的笔 写在大地上的唯美的诗行 无论是春天的小草 还是山间的青竹 无论是大漠的胡扬 还是你坚定的目光 都是涌动在自然怀里 刺热的岩浆 是用心捧出的爱 是生命点亮的光芒 我要融化在这样的光芒里 拥抱生命 拥抱每一个迎着太阳 努力触摸蓝天的梦想 我要在这样的光芒里 赞美生命 在美风雨中 在美风雨中 不畏艰难的成长 不分卑微 没有短长 我要立于岁月的肩膀之上 赞美所有斑斓的梦想 赞美每一个生命 都拥有精灵一样的翅膀 这是献给生命的礼赞 我们在春天的夜晚 用力地畅想 作者 碑林路人 朗诵 心愿 心详 感谢观看